本節目內容純述學術討論研究性質,並無對任何人,任何種族或任何宗教有不敬之意,同時節目內容並非準確資料及事實之全部,只能作參考之用,敬請留意 各位網友,院友,大家好,我是你們院長David,歡迎大家收看院長有故事 相信大家有留意國際新聞的話,都會知道最近的尾巴衝突又再成為國際的新焦點 而對上一次尾巴發生衝突問題已經是2019年的事,所以說如果不是因為發生了新冠疫情的話,相信中東的地域過去的三年來都未必會有太平 不知是否因為大家積落的怨氣太深,還是雙方太久沒出來搞事,於是火水撻穿了電油引擎,不但乾柴烈火甚至一發不可收拾 就在10月7日早上,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就對以色列南部地區發生了突而其來的恐怖襲擊,不但大量殺傷當地平民,同時間甚至是奸殺虐殺婦女兒童,行為令人發指 同時間,在恐襲以後也露走了大量人質,打算藉此要挾以色列政府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也在20分鐘內發射超過5000枚火箭爆去襲擊以色列地區 所以一日之內以色列境內因為哈馬斯突然襲擊造成千多人死亡,數千平民受傷 以色列地區受到襲擊以後,以色列當局也不甘示若馬上宣布進入戰爭狀態 並且進行報復式還擊大規模軍炸巴勒斯坦加沙地帶 單一日之內加沙地區就造成400人喪生 之後的兩個星期,哈馬斯組織和以色列政府互相報復 令到傷亡人數急劇上升,簡直好像黎章縮國一樣,打到難分又難解 也因為見到世色不對勁,各個國家背後的勢力也有所動作 除了西方各個國家加入聲援以色列譴責哈馬斯製造恐怖襲擊以外 英美兩大帝國甚至派出軍艦航空母艦到以色列附近的海面作出準備 同一時間,各個回教穆斯林國家也紛紛譴責以色列 說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民當中的伊朗直到力挺哈馬斯 甚至在背後財政支持和推動黎巴嫩的真主黨向以色列地區入侵 有趣的地方是這幾個星期以來,這個世界仿佛只存在三種人 第一種當然是撐以色列的人,第二種當然是撐巴勒斯坦的人 第三種是說最好送中東宗教綜合政的人士去見他們做物主 另一方面有看過Youtube大家都會理解到各個陣營各有理論各有標準 撐以色列的人就說以色列人當初是被羅馬人逼走了 現在打算回到自己的房子裡住 誰知道裡頭就住了一個中東客家人叫阿拉伯人 先說一下,不是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 巴勒斯坦這個名字是羅馬人改的 來源是來自以色列人未佔領以色列地區之前 那些原住民就叫做菲利士人 而巴勒斯坦這個名字來源就是菲利士這個名字的希臘譯音 所以菲利士人才是真正的巴勒斯坦人 而可惜的地方是這些菲利士人一早就含包散了去見上帝 而後來的阿拉伯人就因為以色列地區沒有人住 連地名都改變了,於是乎就機不可失 有屋沒有人執,一個麻煩就住了進去,還自稱自己是巴勒斯坦人 而以色列其實都算不說可以了,見到自己家組屋被人住了都算互相體諒 容許聯合國或將屋一分為二 你一半時我一半一條底褲兩份穿 誰不知中東下街的人都真的不是人品 拍完桌說不得之餘還拖齊馬,找了一群黑社會打算圍剿以色列 說要把以色列全部推進去,又誰不知以色列人是勇武派 一個國家打你十幾個國家,還可以打得贏的時候 其實巴勒斯坦人都可以收皮了 但反而以色列打贏了,都沒有把巴勒斯坦人吊在海灣種族滅絕 而是期望說你歲月正好,不要出來搞事 但問題就是,巴勒斯坦人又不願意,天天點床點隻 是都要說辣尿蝦和牛魚要攬起來做 那怎麼說得過去呢? 但反過來,撐巴勒斯坦人士就認為 以色列人離開了一間造屋都已經是幾千年前的事情 這間屋一早就在歷史的塵堆當中掩埋了 現在這間屋是當初巴勒斯坦人看到空地沒有人要 於是身身虎虎,年乾碎濕地建了一間漂亮的屋出來打算自己享受一下 即使達地是有業權,但巴勒斯坦住了這麼多年都沒有人認領的話 怎麼算下都叫做業權侵佔,理所當然 但你那些以色列人就無端端說這間屋你有份 還要是佔少數人口的你,是都要八大大份 要小孩子睡大人床,要巴勒斯坦人把主人房讓給你去住 有沒有九兩菜賣? 所以就算法庭判了這間屋要兩份分,巴勒斯坦人都不會覺得你是說道理 因為完全沒有道理可言 所以更加是不會和你妥協,除非說那些以色列人跌落海 或者這間屋由巴勒斯坦人說是,這樣就不一樣了 好了,用完最簡單的方式,講解完各自認為的來龍去脈之後 當然是要說回耳巴的衝突和神秘學究竟有什麼關係 話說三個星期以來,當耳巴衝突中一步加深而全世界甚至全球民眾 都因為這件事分裂成多數的兩個立場與陣營之後 由剛剛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又未完結 於是乎就有相當多的人士走出來掛,可能會因此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講這些說話的人士並非是宗教人士或者什麼預言家 而是現實到悲的生意佬又或者主張科學研究的人士 甚至乎包括狂人富豪馬克斯都是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就真的需要認真地聽一下 而更加值得留意的地方是,每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發生衝突 又或者以色列和穆斯林國家發生磨擦的時候 都總是有人會站出來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發生 又或者世界末日將會來臨 而如果大家對於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都比較密身的話 都一定會拚爆頭 因為每次的爭端都只是一群中東的小國家拳頭教 用不需要說到這麼大話會人類末日感呢? 那就要由故事的源頭開始跟大家說起 話說舊約聖經當中,猶太經典裡頭有一個人物叫阿伯拉罕 而這位阿伯拉罕可以說是當今三大宗教 即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創教源頭 原因在於他在人類文明還是萬方世界的時候 阿伯拉罕是最早提倡一神宗教的人士 所以在各個宗教的經典當中都有提及阿伯拉罕的故事 並且會稱呼他為先知、萬國之父或者宋心之父 話說老兒離堅的阿伯拉罕到了85歲的時候 因為還未有兒子生出來 於是他七十六的老婆薩拉罕就懷疑自己已經去年期了 幫不了老爺生兒子 在無奈之下 唯有把自己的埃及裔婢女送給老爺去繼後香燈 而這位叫下格的婢女也成功懷孕 但14年之後不幸的事情亦發生了 因為阿伯拉罕的原配薩拉是未到更年期的 他竟然又懷孕 生了兒子出來叫做以薩 而最後的發展當然是如同一般家庭增產的事件一樣 雙方決裂 繼之而其中一方成功得到老爺的祝福而繼承家產 之後敗退的一方便被遣散了 而根據《舊約聖經》二入猶太教的說法 就說婢女下格因為出身外族異教 同時受到上帝詛咒的宗族含的後代 亦因為以實瑪利是出於人的盤算與繼位而生出來 是單純由情慾血氣而生的產物 屬於凡夫族子一名 所以上帝就指示了下格和以實瑪利 未能繼承阿伯拉罕的正統語士 同時是要被趕出家門去維持這個家庭和諧 雖然如此 聖經當中上帝亦因為 避免阿伯拉罕同時可憐下格和以實瑪利 於是亦有祝福以實瑪利 令到他後代繁多 會生出十二個宗族成為大國 但在以實瑪利都還未出世以前 上帝就已經預言了 以實瑪利他為人必將野奴 他的手要攻打人 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眾兄弟的東邊 所以阿伯拉罕家族的真產事件 是不是這樣就解決了呢? 事情當然是沒那麼簡單 正所謂主鬥言鬥機 老鬥再哭一 聖經裡頭有很多預言 指明了作為世俗代表的大哥 和代表天國上帝的弟弟 一定會鬥過你死外活難分難解 最終的情況是 大哥會變成契弟 而弟弟就會榮聲做老闆 享受尊貴榮耀 所以奉獻大家 一定要保護好自己的弟弟 先說回故事 事實上在舊約時代 以實瑪利在被人掃出家門之後 都沒有說巴馬覆卻尋仇 去老套弟弟以撒 但是在2000年之後 一位深受猶太教以後基督教影響的人士 同時又作為一名阿拉伯人 即以實瑪利的後代 就說自己受到天啟 不但駁斥猶太教基督教的各種教義與經典 說他們在歷史紅樓當中 受到淫為的喘改與歪曲 已經不再是上帝的啟示和說話了 而他自己正正是上帝的使者 是來帶領人回歸正途地說的 而另一方面 背負著阿伯拉罕以實後代身份的猶太人 亦開始了自己的宗教 發展成為一個獨特的民族 又不知是因為上帝的啟示 還是個人的恩怨 在伊斯蘭教創教初期伊斯蘭教的先知 穆罕默德向猶太人傳教的時候 不但被猶太人無情地拒絕 同時熟悉舊約聖經 二入歷史史實的猶太人 除了質疑穆罕默德作為上帝使者或先知的身份 同時對於穆罕默德的宣講或紀錄 穆罕默德聲稱是來自上帝 因此準確無誤的信息 他是被猶太人逐個擊破與反駁 去到體無原夫的地步 以至於在歷史當中 歷史學家認為 在伊斯蘭教內各種經典和教義 都主張排游反游 甚至乎要猶太人消失 都是因為猶太人在伊斯蘭教的發展當中 是最大的阻力 而猶太人也確定認為 只要將伊斯蘭教的各種經典與猶太教的各種經典去做比對的話 就會發現對方是錯漏霸出 並且能夠表明對方是人類構想而入創作出來的宗教 而並非是來自上帝的啟示 雖然兩個宗教都聲稱自己是來自上帝 但有一點兩個宗教的態度與看法都是一樣的 就是期待末世的降臨 同時會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力去實現末世的預言 來到這個位置 大家可能會認為有沒有九兩賽 竟然會有人期待末日降臨 沒有啦 末世其實是不代表末日的 末日的意思是全人類的修皮 末世的意思是你倒閉時我開張 你的財產我頂上 而事又湊巧地 世界三大一神宗教都不約而同地預言 去到末世的時候自己宗教當中的救世主會出現 而不相信自己宗教的人就會收皮 相信自己宗教的人就會和上帝一起在人間落土 永續執政快樂無限 雖然說故事的結局人有相似 但過程各有說法 例如有人說以色列的復國最大的責任是來自英國佬 因為當初英國佬一個不該套了別人以色列這個地方來託管 之後又輸入了阿拉伯人來做勞工 其後這些人又變成巴勒斯坦人 而在英國託管的時期又不去理會猶太人 不停地去移民湧入以色列這個地方 最後兩班人因為資源問題 土地問題 宗教糾紛 繼而打生打死 最後英國佬搞不成就趴趴走 也有人說以色列復國是美國佬 或者西方國家的陰謀 因為中東地區安插了這個戰鬥民族在最前線的位置 擔當緩衝的工作的話 這些阿拉伯民族、伊斯蘭國家、惡極都會有個譜 同時又起事上來 永遠都會有一個爛頭竹率先上戰場幫忙解決問題 而在神秘學的角度立場來說 就是另一種說法 就是西方國家針對舊約聖經的語言而作出來的部署設計 剛才也有提及過 聖經的創世紀裡頭說到 以實瑪利必住在眾兄弟的東邊 所以有人相信 只要中東地區有以色列國的存在 那麼穆斯林的勢力就不能跨過以色列去到西方地區 也有人說 目前世界上有很多穆斯林國家都是在以色列的西邊 這個說法不成立的 但是信基人就認為 因為之前猶太人忘了國 走了佬 所以穆斯林的勢力就沒有機可乘 現在有以色列洞翻之旗 將來大家就會看到穆斯林勢力會回堂回到東邊 另一方面 對於發生了這麼多次的耳巴衝突 大多數人的認知 都以為原因是來自土地資源糾紛 甚至乎這麼多年以來 中東國家都有一個說法 說要趕了一些以色列人下海 西方普遍人都認為中東國家討厭以色列的原因 是他一個不該拿了別人的地方去建國 還要不停侵蝕別人國家的領土 但是比較少人提及的是 源於宗教信仰 伊斯蘭教徒即是穆斯林人 即使歷史上 猶太人沒有在以色列復國 基於要自我實現預言 穆斯林人基本上都會襲擊猶太人 原因在於穆斯林 聖分裡頭有記述到 穆罕默德講的一個預言 裡面說 復生日不會來臨 直到穆斯林殺戮猶太人 當穆斯林追殺猶太人 他們藏於石頭和樹木後時 石頭和樹木就會向穆斯林安拉的僕人 我後面的就是猶太人快來殺他 但厄爾蓋德樹不會這樣 因為他是猶太人的樹 當中所講的復生日 意思是伊斯蘭教義當中 由末世之後種入後世 即是之後死人會復活 上帝會審判之入穆斯林 主宰世界的一段時間過程 而作為要迎接真主來臨 使穆斯林能夠實現當家作主的世界 所以即使以色列沒有立國 只要世界上有猶太人 穆斯林人這兩個種族 基本上都不能平息鬥爭 至於今次以巴的糾紛 巴勒斯坦對以色列作出攻擊的理由 除了因為土地資源糾紛以外 其實也有說過是因為以色列 蝕足在耶路撒冷地區的 穆斯林第三大聖地 阿克薩清真寺 話說當初猶太人堅決要走回以色列復國 其中之一個原因 也是為了要自我預言的實現 因為根據猶太信仰 他們相信末世的時候 將會有大量的猶太人回到以色列地區 然後敵擋上帝的人 將會與以色列有七年和平之約 然後以色列人將會在耶路撒冷 重建當初被外族拆毀了兩次聖殿 稱之為第三聖殿 之後上帝的敵人將會撕毀和約 跟著所有圍著以色列與上帝為敵的國家 將會圍攻以色列 但就在這時候 傳說當中的尼賽亞 即是猶太人的救世主 就會降臨人間 帶領以色列人擊敗所有與上帝為敵的國家 使以色列成為世界霸主萬國來朝 據說是以色列想要實現預言 於是由80年代開始 積極地偷偷地去吞併巴勒斯坦人手上的 東耶路撒冷地區 因為據說以色列人目前是有目的有預謀 亦有計劃地打算暗渡陳倉 去興建傳說當中的第三聖殿 所以回頭大家也可以明白 這個世界的猶太人 穆斯林人他們的各種動作 各種鬥爭其實都是跑馬仔 要讓對方做一步去實現預言 然後打低對方 另一方面 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的宗教 基本上都會有預言 去提及將來會有一個救世主出現 去打救世人 猶太教就有尼賽亞 基督教就有耶穌再次降臨 而伊斯蘭教都有的 叫做馬克迪 而伊斯蘭教經典當中的語言 就話說這個馬克迪來臨的時候 不但會是末世來到的記號 同時間這位馬克迪將會帶領穆斯林 戰勝這個世界 同時令到世界穆斯林化 而歸納各個伊斯蘭教經典 有研究伊斯蘭教學者 總結了馬克迪是會有以下的特徵 第一馬克迪是如同《舊約聖經》當中 尼賽亞式的人物 第二 他將會是穆罕默德的後裔 同時以穆罕默德作為名字 第三 他是一個非常虔誠的穆斯林 第四 他是世界性的精神、政治和軍事領袖 第五 他將會在地上遭受巨大蘇聯和苦難之後出現 第六 他將會在世界上建立公平和正義消滅暴政與壓迫 第七 他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法和伊瑪木 即是真主的代理人和領袖 第八 他將引領一場世界革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第九 他將會領導伊斯蘭軍事行動 攻擊所有反對他的人 第十 他將會入侵許多國家 第十一 他將會與一個祭司世系的猶太人 訂立一個七年的和平條約 第十二 他將會為伊斯蘭征服以色列 並領導穆斯林對猶太人進行最後的屠殺戰鬥 第十三 他將會在耶路撒冷建立新的伊斯蘭世界中心 第十四 他將會統治全地七年的時間 第十五 他將會讓伊斯蘭成為地上唯一被遵從的宗教 第十六 他將騎著白馬出現 第十七 他將發現先前沒有發現的聖經抄本 用來與猶太教徒理論並且使一些有經典的人歸伊斯蘭 第十八 他將會在加利利海發現約會並帶到耶路撒冷 第十九 他有真主賦予呼風喚雨和控制農作物的超凡能力 第二十 他擁有支配並分化大量財富的力量 第二十一 他被地上所有萬民所愛戴 為何要和大家清楚地去講解伊斯蘭教救主馬克迪的特徵呢? 原因在於有研究開新舊約聖經預言的學者 曾經列出聖經末世預言當中會出現的敵基督的各種特徵 然後竟然會發現如有雷同實術巧合地馬克迪和敵基督的特徵 竟然會有相似之處 都真是令人廢解的 首先和大家說敵基督有什麼特徵呢? 敵基督是世界性的宗教軍政領袖 與以色列立了七年的和約之後會違約 對猶太人和基督教世界發動戰爭並且勝利 將佔領耶路撒冷並建立行政中心於耶路撒冷 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國會改變節旗和律法 同時他亦是騎白馬的人代表他是自稱和平的人 他會從龍那裡得道力量說誇大蝕俗的話 向聖徒發動戰爭 並且他會叫火從天降在地上能行其意事 能迷惑著地上的人 所以習主席說東升西降都真是不無原因 可能習主席也看過這些資料 而以上的各種語言或故事 都未是最容易上天開的地方 因為網上又有流傳 揭開了聖經啟示錄當中所記載 關於獸的印 即是民間所說的魔鬼的印 敵基督的印的秘密 話說聖經啟示錄第十三章十六至十八節 是這麼說的 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押上獸一個印記 除了獸那印記 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 都不得做買賣 再者裡有智慧 凡是聰明的 可以算計獸的數目 因為這是人的數目 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也因為這一節聖經經文 多年以來 多數人都認為666這三個數字 是魔鬼的數字 是不祥的數字 但是根據網上的資料 就不同說法了 事實上 透過見到異象而寫成的啟示錄 當時的作者約翰 在異象畫面當中見到的 並非666三個數字 而是他看到的是一些不明的符號 但又因為這幾個符號 看上去好像希列文當中666的數字 於是不知就裡的人望聞生意 所以流傳下去 令到聖經當中記載了 約翰在異象當中見到獸的印和獸的數目 是666 而網上所說 翻查文獻最終發現了 在梵蒂岡古抄本 即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 最重要的希臘語 聖經手抄本之一的當中 發現了手抄本裡 是有清楚地臨目複製了 約翰當日在異象當中所見到的符號 網民也有發現到 啟示錄原文當中 受印的符號有些相似 阿拉伯文加上彎刀符號的以真主之名 或者真主真偉大加上彎刀符號 更有眼力的網民說 看到真主真偉大的阿拉伯文符號當中 暗藏3.6的數字 不過這樣 也有人反駁說 印度教的護身符之一 萬字印加暗字印再加特里蘇爾三叉的符號 更像啟示錄當中的獸人 再說 暗字印拆開也好似阿拉伯文的真主之名 好啦 今集的故事就說到這個位置結束了 院長有故事 我是你的院長David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會 拜拜